駕駛沒動作 方向盤卻自動轉動 這是電動車配有的自動駕駛輔助系統 但根據高工局統計 今年前十個月光施工車或緩撞車事故 就有四成造勢車輛裝有自動駕駛輔助系統 最近這兩年慢慢所謂輔助駕駛系統的時候 比較有放到車輛的一個配備裡頭 車速差過大的時候 甚至如果前的鏡子的情況之下 它可能沒有辦法及時的一個反應 七十件追撞事故中 就有三十一件都配有自駕輔助 目前台灣最常見的自駕等級 頂多到Level 2 其中Level 1包含了車道偏離警告 前碰預警 而Level 2的話則是會有車道置中 和盲點偵測等功能 系統幾乎能夠完全控制車輛 但駕駛們還是要手握方向盤 二級自駕還是要有雙手在方向盤 只要你偵測它就會叫你回來 可到三級的時候你仍可以就分開 但是在各國的安全法規或在法律上面 還沒有做完全界定 駕駛不能完全放心 因為如果開車到一半 前車沒行駛在中央或是有車輛突然切入 甚至是濃霧雨天等特殊氣候 都有可能造成系統誤判 提醒駕駛們自駕系統只是輔助 可別依賴過頭反而造成憾事發生 把新聞下注來成為台北陳某島 民生八方式 盡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